圓警手桌帶兔在停車場 準備逮捕拖車賊 兵分二路突襲 開車 他那也沒路去 聽到女警呵斥駕駛 竟油門一催洋船而去 不過警方沈喻言 嫌犯走投污路 竟直接加上車 開上停車場護欄 這下插翅難飛 圓警敲窗 拉開車門 要求嫌犯立刻下車 好了… 好了… 找這裡… 好… 找這裡過來 好了 對不起 嫌犯眼看逃不掉 還苦苦求饒 原來他不僅偷車 身上早背了多條通緝罪名 令溫蘭涉嫌妨外自由 竊盜侵占等案件 分別遭到單位發佈通緝 圓警戶報 這名36歲溫姓借賢 在觀音地區 不僅竊取車牌 還偷車 11號上午 埋伏在停車場 上前藍茶 一舉逮捕這名竊賊 還搜出毒品及吸食器 而逮捕過程 畫面曝光 一票網友全歪樓 不是探討 為什麼嫌犯會把車 開到護欄上 表示女警不只聲音好聽 從窗的反射來看 外貌也是不錯的 還有網友直呼 我是路人 但請逮捕我 竊賊飛車逃逸 卻直奔護欄懷抱 最後還是狼狽漏網 而女警也意外成為討論話題 記者 劉展顧一軒 桃園採訪報導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子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視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